花莲爆红的峡谷瀑布 原来走20分钟就到了 这壮观的景色是花莲最近爆红的秘境 既然在冬季出水溪 水雾居然气势瀑波 然而这峡谷瀑布其实非常容易抵达 而且和花莲非常有名的景点 木木与生态狼道 同在一条旅游线上 距离旅游咨询中心 跟只要5分钟的车程 车子可以直接开到隧道口 从隧道进入再步行时几分钟 就能看到瀑布 不过可别因为这隧道一片漆黑 就快不通过 因为隧道很有看头 隧道有明显的人工开展本机 看起来十分宏味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就是所谓的片麻盐跟片叶 那顾瀑布是一看起来 就是一片一片的 这些 那这有湿湿的地方 它只要有滴水 只要长期有滴水 然后水里面还有丰富的矿乳石 它矿乳石里面最重要的成分 是所谓的 钙的部分 只要有钙的话 滴水滴酒的游行 就是这个中乳石 只要仔细浏览 就能看到矿乳石结晶 以及这些细细小小的中乳石 还有迷你版的石灰滑街 相当特别 此外也能看到蝙蝠 栖息在这里 穿过隧道便能看到 一片苍绿的景色 沿着扇壁的小径前夕 旁边一路相随的 就是木瓜溪的景色 只要十几分钟 就能抵达瀑布区 瀑布其实是日据时代 为了水利封城 新建的蓝沙坝所形成 因此 沐水整齐而壮观 在木骨木与 风山长达业多之后 更美丽的景色还开始受到矩目 这么容易欣赏到的美景 下次来花莲 别错过了 董新闻 花莲报导